而昨天在国内一共新增了十二起的本土个案当中呢 和高雄沙十场群聚案有关的一共是有七例 包含在新北市有三例 另外新竹跟苗栗各一例 至于在台南则是还有另外两例 主要都是因为同住家人接触染疫 而今天最新消息传出来 在苗栗又新增了一起相关个案 好总结目前在国内其实是有九条传播链 还有待厘清 说刚刚提到是在新北市的设计师之外呢 另外新北呢还有三起案件 包含的是板球的家庭群聚案 还有树林电子厂以及细纸的手摇饮料店 好另外呢是桃园日益物流 宜兰的江西长荣还有高雄诺贝尔幼儿园 目前也都还没有监测其满 那么针对这九条传播链 感染科专家黄高斌就认为了 当中最麻烦的就是高雄沙十场的群聚案 因为先从家族传到沙十场 再传到苗栗的亲戚家 然后现在又传给了其他家族成员 至少已经历经了四波传染 也因此呢他建议还需要再多观察几天 不适合太快松绑解禁 时光效果十足主灯朝西京 各地灯节灯场吸引爆满人潮 就盼能恢复正常生活 只是还有九大传播链 感染源有待厘清 甚至专家游吸引高雄沙十场情剧 已经传到第四波 不建议太快解禁 盘点不明传播链 还有监测的就有九条 包括高雄沙十场 中国入境导致家庭群聚 寿林电子厂移工 细致首扬引员工 日益五流 朝夕长荣等等 当中高雄沙十场情剧 因为过年团聚 大家庭一个传一个 已经爆出超过三十人染疫 疫情一路烧到新竹 苗栗台南新北 更牵连诊所接触者 还有新北一所国小和国中停客 情况恐怕相当棘手 昨天两个无辜的民众 去打疫苗的时候 又被他们看诊 因为看诊 导致他们两位的感染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第三波第四波的 这种传播出去 传播链已经进到第四波 但二零二二县市长选战 号角响起 二级警戒延长到二月二十八号 指挥中心公告禁止 民选公职人员 政府官员跑摊 是否能在原校后接近 跑摊拼选战 专家呼吁得小心再小心 防疫势必松爆但不断爆出灵性不明感染 是否能兼顾防疫安全 也得谨慎应对 记者横看黄云霆财富不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